疫情趋缓之后 吉安乡妇女会为了疏解姐妹们的身心压力 一连分区举办了七场次的妇女会联谊活动 久违的姐妹们齐继于堂 一起上课一起唱歌 也手作白眉精进情谊 乡长尤淑珍表示 借由社团活动让妇女朋友可以学习薪资 也和朋友互动 促进家庭和谐愉快 国内疫情趋缓 妇女姐妹们终于可以走出家门参加社团活动 吉安乡妇女会因应防疫政策 分七个场次来举办联谊 我们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做准备了 本来我们是每一年都有一个运动会 那因为运动会也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做 所以说等到有稍微解封的时候 我们就赶紧赶快办 我们在几月份才没有几天 大概十几天我们就马上赶快办这一场 总共办了七场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姐妹共同都要出息 让她们身心健康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太久都没有动了 大家都在家里蹲着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请我们的所有姐妹 只要有活动就请她们出来 减赏游淑珍亲自参加每一场活动 除了肯定妇女会的用心安排 也鼓励妇女姐妹们在兼顾工作和家庭之余 也要多参加社团活动 结交朋友扩大生活圈 充实自己让人生更精彩 美好吉安无分男女老幼 我们都要很健康很快乐 平时在家里采米油盐酱醋茶的姐妹们 今天走出我们的研习工作间 来跟姐姐妹们互相分享情谊 互相学习 在连续七场的活动里面 我们看到每一位姐妹快乐的乐活 吉安相公所一定要为我们所有的 不同的这样的世纪年龄的姐姐妹们们 创造幸福 尤其在我们固定的活动成长演习的编列 谢谢代表会给予成长 更谢谢吉安妇女会一起让我们延伸 我们也希望所有没有参与的姐姐妹们们 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学习成长 来分享幸福快乐 吉安相妇女会安排了歌舞欣赏 税务尝试宣导 还有手作白美等活动 让姐妹们可以疏解压力 也增加尝试 回到家庭 更可以促进幸福生活 健康和乐 吉安相报道